MARCET The Market 就正正在 Central Well 對面 Big C 的隔壁 位置 很方便的 樓高六層 直客看看有甚麼買 有甚麼吃 反而有不少本地設計時裝小食 眼見牆內大部份的貨品定價都不離地 這件背心都是200元 而二樓除了美妝店、嘉品集貨店 還專門設有宅到宅貨品區 有不少民族美衣服、藤袋、手作品賣 這個行李TEC免費加上名都只是25元港幣 一分鐘就可以整好拿走 買完東西商場還有超過40間餐廳食肆 讓你吃個夠本 在三樓還有街頭小食主題的Food Court 更加有不少香港人例牌捧場的餐廳 除了曼谷第一間京安之殿堂 這裡還有什麼玩、有什麼購買呢? 就讓我們先介紹京安 佔雙場兩層,規模雖然不及日本 但貨品都頗齊 不過說到我最喜歡 都是京安內的Live Kitchen 可以自己在超市裡選擇食材 再加給駐場日直廚師、加工即煮 餐單裡還有不同的鮮當飯、熱食等等 加上開到凌晨 以後住銅鑼區就不怕沒有宵夜了 商場不單可以買東西和吃東西 還可以來到五樓的D Sport Stadium玩 這間首次引入泰國的室內綜合運動中心都很大 設有不同的電子運動競技遊戲 好像棒球機、籃球機、速球機、滑雪機等等 種類都挺多的 香港人來泰國按摩 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品牌就是Less Relax 它現在開了一個新的膚線 你又知道嗎 店裡提供四款針對不同類型客戶的拉筋療程 這裡所有的技師都在大學拿過專業資格 在StretchMe受過統一訓練 所以他們的技術都很安全和可靠 香港人經常對著電腦電話 我們特意選擇辦公室療程 很搞笑 和泰國按摩是不一樣的 技師一來就做了幾個 針對手臂肌肉的拉筋動作 好痛 真的痛 做完手和腳 還有平時勁易宣軟的肩頸位 最後技師還會教你幾招 等你回到家可以遲之而行 天天做 我們今天住這間新酒店 在鳳處BTS站 然後在一口出口出來 一分鐘都不用走 至於酒店的建築 採用了三角形狀的雙子樓設計 是以泰國合十手勢造靈感的 除了奢華美妝 這裡每個房型都很大很闊 好像我們入住的基本房 都有超過400多平方尺 我的房間一晚是2000多港幣 雖然有點貴 不過貴得挺有道理 之後要介紹一下酒店泳池 朝向市景的泳池哪位比較紮身 如果想去拍攝Infinity Pool的美景 可能就會有點失望 最後要讚賞酒店餐廳 選擇多又高質 主餐廳力抗 供應組不買餐 對於喜歡吃酒店自助早餐的人來說 這裡就可能會有點失望 因為這裡是半自助形式 外面就可以拿麵包、水果等等 然後主菜就要單點了 不過款式也挺多的 中西式也有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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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